Less Unboxed 我是刀坊 今天和大家飽商的 就是 Show 到 Kamen Rider Gizu ID World M3 進入了這個門面超人 Gizu 的裝洞 第三彈裏面 這彈呢 依舊 好像上次第二套所說 都是身體 十分之不夠用 這一套裏面 是有三個頭給大家 Panjaku Panda Sirokuma 那些全部都在這裏 有三個頭 但是身體就只有一個 所以 幸好上次 上個月十一月的時候 在大阪 已經有仙剑之名 就買定幾盒 日本有三四盒全貨 在這裏 所以變成金套 我又不用到處跑了 如果大家沒有 在上次入定貨的話 你就要到處看 可以省買多兩盒 這一個 如果不然 就放不到 白熊和熊貓仔出來 好了 事不宜遲 說明叫裝洞 即是有名貼洞 又不知道搞多少個鐘 給我一點點時間 所以現在我 在家裡 都瘋了 再和大家玩 我們又去金奈巴玩 首先我們的主角 浮世英秀的Kidzu FIVA 要自己抽獎 拉手柄 抽老虎機 但是厲害的地方 就可以令到 他可以同時間 抽中了兩邊 只有同一個 雷子Bug 抽到中為止狂按 可以 好 這就是這個Makulam Makulam 因為浮世英手都說過 每個IT Core 其實有它的相應屬性 而它用這個Makulam Makulam 是最合適 是最厲害 發揮得最好的 給大家看看 前面 側面 還有後面 這一隻 這隻 算是Hankank 容易貼 是貼一下 紅色邊的貼紙仔 這個FIVA Makulam 就整塊鋪上去 大大塊貼紙 一下子鋪上去 還有我現在才留意到 原來它是雙頸巾 我以為是變成金頸巾之後 就沒有了自己本身的狐狸味 原來是雙頸巾 挺有型的 好 跟大家試試可動先 裝動就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是拿第一隻來 試給大家看可動 頭部 360度可以扭 之後呢 肩膀這裡也有一個可動的位置 但是不可以太高 如果太高 就 轟飛了肩膀 手臂 可以上到按高 另外 腰這裡可以扭 360度扭 機械人 之後腳 最多屈到這樣 因為KIDZU這裡有個 Makulam這邊 旁邊有這麼大的機甲 這個東西都相當頂到可動 我不知道他為了省膠 還是想你可動好一點 他偷位偷得很厲害 雖然就沒有上次 Rebuyce這麼難看 Rebuyce很難看 大腿盔 這裡 大腿盔 所以就說他不知道是偷膠 還是想提高可動 這次KIDZU這個位置 就沒有這麼難看 但都見到他留了一塊空位 讓你的腳可以走動 動得更厲害 之後就 小腿這裏 好不足 好不驚訝 好不驚訝 買了好噁心的姿勢 可以屈到這麼多 Makulam 除了有 Makulam Suiter之外 最特別是他手上 也有兩支機關炮 可以 發炮 說明Makulam Makulam 上下半身 所以腳下面 其實都可以伸到一支炮仔出來 不過這個就需要換件 要換這個大腿的裝甲 要整個拆走它 手又有 腳 這裏 這裏又有 四支炮 不斷亂舞 狂冠 跳了break dance 開槍 非常有型 這就是Makulam Makulam 一個特別的地方 好奇怪 這個要換件 才能做到一支炮 拆出來 但手這裏 它就可以 拆出來 然後你自己 可以 放回去又可以 伸出來又可以 但腳 這裏就要整個 腳件去換 好 順帶提一提 這個裝甲的特別之處 每一隻跟一個 的stand 可以把散件 手手腳腳 可以放進 台的洞裡 可以防止 不見 手型 還有 有一支stand 你也可以 放一些 騰空的動作 連同架 雖然架 很廢 如果真的放在 辦公室桌面 看來看 有一支 很開心 好 接著 到這個 LACO BITTO FORMU 用來操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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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操作 操作 這支貼紙 比較金 還有我最怕 配搭 LACO 裝甲 它是很細小的 它很難黏 很細小的 不小心 會會 扯斷 那支 每一隻的裝洞都要貼一些組件 分開一塊一塊貼上去 頭是極度難搞 給大家看一看 前面 側面 還有後面 除了頭的金色 基本上全部都是貼貼 腰帶 筆頭 有一個琴 或筆碟 成組 到這裏大家要問 那這支結他呢 沒有結他怎麼辦 這支結他就會跟著下一支 Reboot on 下一支就是 Beat下半身 剛才是Beat的上半身 這支結他就會跟著下半身 問你死了嗎 當然 這個系列最特別之處 就是可以給你換來換去 其實沒什麼所謂 亦都可以用這個Beat的Fever 變成上下半身都是Beat 是欠一條腰帶 下一支的裝洞ID4 就會補回Fever的腰帶給大家 這個Gidz的裝洞 就可以讓大家可以上下半身換來換去 咦 又砌一隻NV Form 給大家看看 這個Beat多form的腳 那些Hi-Fi 那些Wallium 全部都齊起來了 所以貼紙其實都跟這支 不是說差太遠 幸好兩支都是只有半身的 你試試想想想 如果一隻貼紙上下半身都是Beat 的話 跳扭也不行 好 之後呢 吉他 OK 亦都有一個專用的手型 可以按住吉他 吉他整支都貼貼紙 不用想 好 這樣拿到吉他 反轉就是斧頭 但這次那麽是 就要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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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吉他的好似型 到这套套套我期待的角色 就是这个Monster Punjaku Monster 上半身 这个是营运方的拉打 参赛人数不足 有些特殊的问题 就会营运方牌Punjaku 急紧参加任务 幫補人腳 角色蠻有趣的 古靈精怪有口花 很過癮 很有霸氣 手上有個拳套 有個釘鎚 肩膀有兩顆大猩猩 Monstar Laisberg 蠻有趣的怪獸 背部的褲子 標誌性的褲子 有可動的位置 可以滾 很有氣勢 老規矩有這個Monstar的上半身 自然有這個Monstar的下半身 Reboot ON 很可愛 把拳套套在腳上 變成穿了毛毛拖鞋 家中的冬天 很暖的毛毛拖鞋 很過激 照舊 基本上上身有標誌 猩猩 四顆圓釘 很標誌性的Local 照樣是移到腳上 這個Monstar的下半身 就跟多了一個 Shirokuma 這個白熊 第一集就已經釘蓋 那位人興 有一個白熊的頭 只有頭殼 沒有下巴 另外貼紙有一大堆 有這個Booster Form 用的眼睛 Marculum 用的 Monster 還有Ninja 用的眼睛 幸好上次我在大阪 已經要講很多次了 已經買定了幾個Entry Form的Body 所以今次就 咦呀 有型 多帥 出了一會兒第一集 出了十多秒就死了 史上最快收檔的門面超人 基本上只有頭 Entry Form 其實沒什麼 特別的花紋或特徵 Panjaku 又是它 Entry Form 好 那就 Entry Form 因為它是主要角色 所以它有些很個性化的 個人的裝飾 就是一件斗篷 這隻Entry Form 最重要 又是 它有這個 紅貓頭 又是只有頭殼 沒有下半身 嘩 耳朵瘋死我 又是用一塊平面的東西 要立體摺一隻耳朵出來 這個有點難搞 又是那句 幸好上次預定的Entry Form Body 好 來啦 輕鬆有這個 熊貓仔的Entry Form 這個死賤人 要跟所有玩家攬炒 好了 今次的Entry Form 裡面就包括了什麼呢 很多貼紙 如果你要儲齊 這麼多款的眼睛 你買十個頭也不夠 還有Marculum 有一個有感染用的 熊貓仔是被喪屍病毒感染過的 有一個感染用的眼睛 花了 當然是Ninja Boost Monster Marculum Ninja 黑色眼蓋 就是給熊貓用的 然後橙色眼蓋 就是給Panjaku 用的 哇 糟糕了 幸好我沒有這方面的癖好 如果你真的要儲齊 每一個 FORM的眼睛都有個頭 你要買二十幾三十盒都不夠 糟糕了 今天的爆箱指數 白花 其實這個裝動 出的上下半身 其實我都不在意 沒什麼所謂 你出就出 我儲齊今年裝動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很想很想儲齊這些參賽者 那些Entry Form的參賽者 因為有很多拉打 都是出一兩集就收檔 大家知道 今年Kids 是用遊戲為主題 分很多個賽季 不斷有新人加入 有些玩家不懂得玩 玩兩集就收檔 或者有些契弟 想累死人那些 結果又累人中累己 最後自己又收檔 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玩家 除了幾個主角之外 我真的很想儲齊這些 古靈精怪的契弟 就像上次那些 奇蛾 靈羊 應該都沒什麼機會有其他商品 所以很期待他 出齊了那些契弟 角色 我一次過把Entry Form 排出來 十幾個不同的玩家 就很開心 我現在手上還有三個 Entry Form Body 不知道可以捱到多久 之後用完又要到處刮 唉慘 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給我like 和share給朋友看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